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们 来参加直播 至于现在暂时来说市场跌了8点 在19,088 成家374亿 进一步再降低 从走势来说 技术上来说看资金流 19,200 应该是短期的顶位 暂时来说很难再升到19,200 楼上 今天最高是19,255 至于 下面目标位是多少呢? 下面目标位初步计是18,000点 其实有三个位 当然要看指数下跌得多不多 但是我看到这么大的资金流 就之前流入了下去 虽然不排除会不会有些旗子淡仓 从西洋建立了呢? 这个都还在看中 但是短期来说回吐一定会出现的了 回吐最保守的位置是18,000点 如果整个幅度这五千多点回调一半 大概就是17,200 终极最低应该是16,600 但是会不会去到16,600呢? 这个我都挺怀疑的 因为应该不会看到的 但18,000机会就比较大的 现在就是19,106点 升11点 而昨晚来说杜瓊斯就升了92点 NASDAQ就升了1点,S&P是4点 那OTC的场外时段 刚才看到杜瓊斯升了207点 那我们再看看现在是多少 杜瓊斯升了207点 就是今早的场外时段 场外时段的位置 而现在来说升少了180点 杜瓊斯升了50多点 NASDAQ就升了50多点 那S&P是10多点 主要来说 今天很明显看到 就是说 昨天日本央行 就是上调了长期累率的上限 由正负0.25到正负0.5 就扩广了 去到0.5% 加上之前日元过弱 日本央行 BOJ就出来干预市场 证明日本也不想见到日元继续贬值 近期日元开始站稳一点 现在是132.72 对港元1万日元换589港元 相信如果去日本旅游的朋友 因为在临近假期前后 早点换日元 我相信日元也很难 会跌多下去 这些位置都挺便宜的 而 而 广没什么变化 9.48对港元 微升少少 人民币1.12对港元 欧罗就是8.28 都差不多 估计来说 美汇 仍然跌了少少 103.68 受到日本央行的影响 但是10年债息就升到3.714 而美金对港元又偏弱少少 去到7.7923 去到7.7923 黄金就升到1,826元1盎司 WTI76.47 布兰特80元3毫 升到少少的油 受到天然气管道爆炸影响 俄罗斯输往欧洲那里 但是这个应该很短时间会修复到 但是始终都是那句 油呢 暂时来说 看看区间的波动 都仍然就不会说 这个有很大的 太大的变化 都是70元到95元的 range 在这个位置上落 也是那句 那些指数来说 虽然升到少少 但是我建议大家 就是那个红正 六七五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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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行的 恒指发行红正 二万零二百二十八点收回 还有312日到期 一万二千对一 那这个红正拿着它 不需要走着 用来对冲股票比较好的 另外呢 就是比亚迪呢 都是继续向下跌一点的 那今天来说 你看到呢 都 形势上来说 比亚迪呢 暂时呢 200元楼上 都有很大压力的 比亚迪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比亚迪呢 仍然会是一个上落区间 那下面位多少钱呢 193元左右 比亚迪的股份 那上面呢 205元呢 都开始有很大的压力 那所以 昨天呢 收201.6 最高202元 就是 其实在202元这些附近呢 已经见到 有 就是说有些大的资金 开始沽货 那所谓比亚迪来说呢 就你可以 在 今天最高202.2 那如果今天可以 轻轻 上回少少 挨近200元呢 你可以做回这个50575 就是这个比亚迪的红 就是发行的比亚迪红 那是 这个500对1的 还有189日到期 发行的红 50575 这个呢 就可以锁定一些股票 因为比亚迪暂时来说呢 就有 这个 老人家沽住 就是 巴菲特沽住的话 就很难 就有大升幅了 当市场开始回调呢 就对他的股价都会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来说呢 你 还会比亚迪更加稳妥一点 如果你是去沽这个 买这个的红症 就是 50575 50575 就是比亚迪发行的红症 可以留意一下 至于另外呢 就是 很多股份呢 都出现一个叫做 这些股票 建顶有回吐压力的 还有呢 恒指的下跌呢 其实今天很明显看到呢 你看回恒指的 那个升跌的那个数目 其实呢 升就不是很多股票而已 十几只股票而已 那里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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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只股票加上占了恒指是30%,主要是这几只股票带动指数回稳 其他的指数成份股都是面对一定的沽售压力 里面很多,之前升得多的那些,譬如里面有美团、赌股、金沙、内房股、汽车股 本地的地产和消费品那些,譬如有少少那些,譬如华人啤酒这些都有些下跌 所以整个指数来说,靠那几只支撑着,相信都未必可以支撑得很高 所以我后面都要看淡一点,市场都要回吐 所以大家如果有刚才说的那两只红症,或者没有的,你可以拿紧时间找位去买一些 趁现在仍然是19,100这个位置 目标位都是18,000点,指数 至于其他的股份那些,我们等位进入 等位进入的股票有哪几只呢?譬如700,腾讯 腾讯现在是$310,800,对不对? 让它回回来,回回来,如果最美的价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指数是18,000点就站稳 或者说要下跌到$17,200,如果它回回来的话 我相信腾讯一定会穿一穿$300,但穿一穿$300,最大的位置在哪呢? 最大的位置应该在$282到$287那里 如果它回回那些位置,你可以不妨去放胆去买一些 这是腾讯 至于 小米呢 就是在AMTXJ 里面 小米不可以放胆去买的 小米已经出了售信号 出了沽售信号 暂时绝对不可以放胆去买 所以要等了 美团又如何呢? 美团集结了一轮之后 其实技术指标 你看到Stochastic是向下的 RSI也向下的 MACD又回回来,所以全部东西都不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到 这里 Stochastic是向下的 看到这里向下的 RSI也向下 成交又缩了 所以这几样东西加上 腾讯要看它再回回多些 回回多些会去到什么位置呢? 大概 是155元左右 附近的位置 155元左右 可以去考虑 距离现在还有十多二十元 所以不需要急着 阿里巴巴又如何呢? 阿里巴巴也是一个 现在是220元6号 那我们等它回回到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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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要205元左右 大概就是205元左右 现在便可考虑 这个是更多 現在是220元6号 因此科技指数的ETF就不要拿了 科技指数的ETF就不要拿了 而其实是 개인 draw 很大的龙头的科技股也有很大的压力 全部的技术指标是向下的 RSI是向下的,红贝池,Docastic也是 MACD是输了6柱,所以成交又开始减少 所以这几样东西都不太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适宜去买科技股 反而要走科技股 另外,安达体育是比较强的 很多体育用品股里面是比较强的 所以如果要设定位买它,可以放太远 大概95元左右,今天最低97元,现在97.5元 安达体育是有强的资金流入了 所以如果它的市场回调一些,它会下回95元 你可以留意的 美兰空港那些也是,不买得住 等它回回,像昨天的影片那样说 至于内房股又如何呢 内房股呢,暂时也是那句 对了,碧桂园这些位置就不买的 等到两个半先 那119,这个位置过百,也是不买的 等到它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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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到一个路半那头才到时才考虑 到一个路半那头才考虑 一个路到一个路半那头才考虑 央企的内房是相对好一点,强一点,因为资金流来说是相对强一点 技术指标也是好一点,所以都是维持过昨天说的影片 如果它回到来,去到19.5元,就是中国海外,现在是$20.5元,$6.800 如果去到$19.5元,现在是$20.5元,去到$19.5元,你可以开始去考虑 华允置地,又去到那些成交的密集区,大概在$32.5元,$32.5元,现在是$33.5元 这是华允置地$1.109元 其他那些,就是$23.5元,都是要进一步有整固的压力 但它的压力也不会太多,如果要回到来的话,就可能要下回到$46.5元 $46.5元,就可以去考虑 至于餐饮股又如何呢? 餐饮股暂时今天升了一些,移海升了1.8% 沙布沙布升了1.9% 但是呢,它现在都是在较高的平台上上落 但是我也是建议呢,因为内地疫情很厉害 等于好像香港1到3月份的时候的疫情 因为它这么多的城市,在三千多个原市的话呢 如果陆续的有些爆发来说呢,都会影响了 相关的内地的消费 来税,这次不是政府的防疫的控制 而是说呢,因为疫情爆得很厉害呢 其实就是居民的自觉性,可能会少了经济活动 出去喝喝吃吃,或者消费 所以这些会影响了短期的旅游和餐饮 我相信这三千多个原市这么大呢 就是中国地方这么大呢 它的爆发不会一次过爆出来的 它会是分时间性和区域性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拖到四到五个月的了 那现在是今个月开始爆发的嘛 十二月开始爆发 那所以呢,就可能要去到春节之后的了 春节之后呢,可能四月份那些才会大一点的恢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二月份呢 市场未必是会太好的 那因为内地的这些疫情呢 不是因为防疫监控的问题 那是那个内地居民呢 因为疫情爆得很紧要呢 因为那个人口老化程度都很大的 那而打出率不是太高啦 那所以这些要注意啦 那变成这个呢,可能要影响相关股票的 那但是当然啦 那股市反映未来的 不是反映目前这两个月的市 那但是我们都等它回一回先啦 等它回一回之后才买回 那这些是 най命的 这是一个好一点的策略呢 這個不靜止, 連同啤酒股, 華潤啤酒, 百威亞泰, 這些較高的位置, 我想都是要先逃一逃, 畢竟接近19,800樓上, 到20,000多那些都是一個很重的海波區, 市不可能這麼快可以馬上衝上去, 那是要回的, 回就是初步的, 保守估計是萬八點, 但不是明天就萬八點, 它會上上落落的慢慢才會移回來的, 至於比亞迪, 因為有北非特估, 如果做比亞迪紅症, 再重複多次, 剛才說的紅症50575, 你就等比亞迪回到193元, 那你才平回紅症, 到時再上來, 再買過, 但是呢, 紅症平平要看指數怎樣, 如果指數跌得急, 再跌回到18,000點, 市穿的, 那你當然不要平住了, 這個要看情況, 我到時會在每天的影片那裡跟大家說的, 今天下午五點鐘, 我和李偉傑會跟大家做直播的, 到時不要走開了, 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到時在那個時間問我們, 多謝你支持, 還有呢, 我一月三日會開貨的, 但究竟是不是真的一月三日呢, 我們要看一些假期, 因為假期很多人都會去旅行, 有些朋友報名的那些都會說, 時間可能要不要走走, 因為為什麼呢, 就搭著聖誕節, 還有新年, 新年今年是一月嘛, 所以很多朋友, 就趁疫情的措施放寬回去, 就去旅遊的, 我看情形吧, 但是呢, 你們有興趣的, 就早點報名, 因為始終位有限, 我不會在大範圍這樣講課的, 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學到東西, 還有在這些時間, 正是要換馬的時間, 怎樣換馬, 和怎樣把握趨勢呢, 用什麼策略呢, 剛才說的那些紅症, 都是一個方法, 鎖定你買了一些股票, 有些股票好的, 你想坐的, 為什麼呢, 因為股值低嘛, 譬如, 好像光大環境, 這些, 它跟著市可能會回一點點, 但是呢, 當市一定, 它就升得很快, 你未必買得到的, 這些就是好的股票來的, 譬如, 永達也是, 但永達又要等一等, 因為為什麼呢, 疫情這麼厲害, 就對永達也未必會有幫助, 也有影響的, 所以, 這些也是要注意的,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說, 就要學懂得怎樣去做對沖, 還有去買些股份去做換馬, 還有適當時怎樣拆回這些紅症, 或者是用一個平均的做法來買賣股票, 這些很多的技巧上的東西會教大家的, 有興趣的就, 拿緊時間, 在下面的那個電話那裏, 六八八九九一八零, 開聯絡我, 或者是WhatsApp我都可以的, 多謝你支持, 記得按like, 按like按一次好了, 不要多過一次, 因為呢, 按多過一次就沒有效的了, 還有呢, 喜歡的朋友呢, 介紹多點給朋友圈, 叫他訂閱, 還有按鈴鈴全部, 免費的, 有新片就會告訴大家, 有賴你支持, 今天下午五點鐘見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我記得,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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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